但是 虽然这么想着 可是灵动和牧尘 也必须要救 虽然那通道中是 能够炼化他们的神愿之气 可萧炎拥有焚神之力 算是可以抵抗那些 诡异死气的能量 看着越来越多的 超神势力之人 被传送到 那通往中枢区的通道中 也就代表着这些人 即将被炼化成御灵 强大的御灵献祭阵 不断地释放出强大的能量 经过半个小时的土纳传送 最后将数十万人 全部传送到了中枢区 从那通道中 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能够让萧炎都感到危险的 它正是所谓的御灵了 变化如此之多的强者 成为御灵 那所谓的御灵 究竟是什么东西 而且 变化出如此多的御灵 神奇联盟究竟是做什么 不过 这一切只有进入到中枢区 或许才能知晓真相 同时也能够连带出 神奇联盟的大计划也说不定 我现在 也能进去了吗 萧炎看到最后一位身影 消失在那通道中后 便是发问道 你还真的要进去啊 你这家伙 怕是想力量想疯了吧 而且 那个地方可没有那么简单 就算你进去了 也不一定会被炼化成御魂 也成不了御魂头 最强的御头 收回自身的诡异死气 雾光灼灼地盯着萧炎 看了一眼沉生道 什么意思啊 萧炎感觉自己 被戏耍了一般 你难道忘记了 在我们这天狱中 御头是无法自己放弃肉身 被炼化成御魂的 除非御尊大人批准 不然的话 我们根本进不去中枢区 而那唯一的通道 也是为这些 即将成为御灵的人准备的 你现在进去 无疑就是找死 最强御头解释道 无法进去 萧炎的表情 逐渐地阴沉下来 说到底 刚刚自己 被对方耍了 灵动木尘二人 现在生死未卜 如今只差最后一步 可是被这些家伙 给糊弄了过去 这何尝不让萧炎心中暴走 顿时间 现场陷入了一场 一触即发的局面 但是面对九位御头 萧炎也没有 直接选择与之一战 毕竟那位最强的御头 乃是半步八重天卫神的实力 就算是萧炎师 斩出焚神三火的力量 也怕是难以击败对方 所以为了万无一失 还是暂时隐忍了 就在萧炎强忍心中的怒火时 在那暗红色明月的深处 那道传送通道 随着御灵县际阵的消失 通道口也逐渐地缩小 并且爆发出轰隆的响声 好像要即将关闭了一般 萧炎见状 二话不说 直接眼神一冷 身影一闪 以极快的速度飞奔而去 如果那里的通道被关闭的话 那么萧炎就再也没有机会 找到灵动和牧尘 将其救出了 其他几位御头 看到萧炎的速度如此之快 直接是惊呆在了原地 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萧炎那等风动引到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很快 还没等他们这些御头反应过来 萧炎的身影 也是没入了那通往中枢区的通道中 最后那通道 也是彻底地被关闭而上 如此快的速度 就连我都差点没看清楚 这家伙竟然还隐藏了实力 最强芋头 都是对萧炎的这等速度所震慑 至于其他那几位芋头 更是骇然无比 要知道 他们所认识的芋头 可没有那么快的速度 一时间也让他们陷入了困惑中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这家伙 有点异常啊 此时 细心观察的一位芋头轻声说道 的确 这可不是无奈平常所见到过的 在几位芋头的交谈中 彼此有开始怀疑起了萧炎的身份 不过 他们认为 就算眼前的这家伙不同寻常 只要进入了中枢区 那么就只有有来无回的地步 所以 他们也不过过于的担心 会出什么问题 特别是最强的芋头 似乎他知道 进入中枢区意味着什么 因为在那个里面 有着令他这位半步八重天位神实力 都感到十分的危险 算了 不用管他了 既然他想寻死 也没有办法 如果真的能够成为御魂 也算是他的荣耀了 随后 剩下的九位芋头 继续坐镇天狱内区 准备下一批御灵的到来 天狱 中枢区 通道的尽头 散发出一道光芒 数十万之人的身影 皆是从这通道口飞绿而出 最后各个身影 在这充满诡异无比的空间中 悬浮着 这里没有任何的生物 唯有那数十万之人的身躯 这窥也没有无尽的黑暗 而是在黑暗中 带着暗红色的诡异光辉 他们已经没有的意识 身上的生气 全部被代替成死气 而且 他们的体内气息 比起之前更加的强大了几分 不过 他们则是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那就是生命 如今 各个都成为了半死不活的御灵 现在这些御灵 在空中悬浮了片刻之后 便是朝着下方落下 只见 下方则是一片新红色的血水 这些数十万之人的身躯 全部落在了其中湮灭而下 而他们的神魂 都被抽离了身体 朝着血水伸出掠去 因为他们的神魂 正在被一股可怕的能量吸扯而去 硝烟的周身 散发出奇特的金色力量 那就是焚神之力 有了焚神之力护体 硝烟能够暂时地在这之中行动 不然 现在的自己 早已经被这里的诡异能量所侵蚀 变成与他们一样 这地方甚是诡异 看来这血水的深处 应该别有洞天 或者说 那所谓的玉星 就在血水之中 硝烟双眼一动 其中闪过一道火芒 观察了四周 没有特别的异常情况后 便是动用神形起步的风部 冲入了下方的血水中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这血水中 有着 可以将一名五重天卫神 以及六重天卫神 甚至是七重天卫神 都是能够将其吞噬而下的恐怖能量 这也难怪 还有如此之多的强者 都会被炼化成玉灵 而他们的神魂 则是会被玉星吸收 如果被玉星认可 那么他们更是为成为玉魂 得到玉星的最终力量 虽然无法出去 可是也能够满足那些对力量的渴望之人